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尚泰 我们继续OMFORCE for iOS课程 这节我们学习创建文件夹与项目 首先我们打开OMFORCE主屏幕看到有一个菜单叫做项目 然后我在手机上点击一下 这里看到的是我设置的项目下的文件夹 为什么是文件夹 大家注意到这一个图标是文件夹 后面我们会看到项目 然后选择其中一个文件夹 比如事业 找到事业 然后点击一下 点击事业以后大家看到 事业下面还有一些是文件夹的图标 有些是这个箭头的图标 箭头图标的含义 它是一个项目 是一个项目 然后我再点中这个平台建设的项目 点中之后发现 上面还是箭头 这个箭头代表它是任务群组 代表点击它之后会看到很多任务 或者是很多群组 但是下面有一些任务 它右侧是一个圆圈 圆圈代表它是一个任务 或者是一个行动 当我们点击这个圆圈之后 它可以变成这样的状态 表示已经完成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点开项目菜单 能看到项目菜单下 设置的文件夹或者是项目 在这里 你可以设置文件夹 也可以直接放项目 但我们建议 第一层先建文件夹 我建的文件夹有其类 健康学习家庭财务娱乐事业社交 具体该怎么建文件夹 该怎么建立分类 后面会给大家些模板 会在后面找给大家体现 大家本节主要学习创建项目和文件夹 对于以建好文件夹下面的点击之后 它下面可以继续建文件夹 或者是直接建一个项目 点击某个项目之后 下面可以有 项目下属的任务的群组 或者是直接创建某个任务 通过刚才的讲解 相信大家对文件夹 项目群组任务 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如果还没有学透 没关系 我们一会会给大家在手机上 进行录屏的讲解 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在不论是第一层 第二层还是第三层 最下方都有一个所有的动作 我们就拿这个平台建设 平台建设这个项目来说 那这个项目最下方有的所有动作 我们点击之后 会发现 这个界面会把所有的行动 都并列的列出来 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我在看网站建设这个项目 也是平台建设这个项目 那有些行动会藏在下一层 比如个人网站建设下面会有 几十个行动 个人网页备份 下面会有几十个行动 我就不能对所有的这个行动 快速的浏览 但我点开所有动作 大家注意 所有的行动 是并列放在一起的 只需要我们把这个 界面的往上翻动 往上滑动 那就可以快速看到所有动作 省去 进入到每一个群组 再返回 进入到每个群组再返回 这样操作起来 就比较简单 所以说所有动作 便于你整体浏览项目的所有行动 好接下来我们汇总一下这个文件夹和项目的关系啊 那这里呢 我做了一个 这个演示啊 就是说文件夹下可以设置多层的文件夹 然后呢在文件夹下呢可以设置项目 同时呢在项目下呢可以设置分组啊 分组下面可以设置行动 当然了其实在项目下面的可以直接设置行动 那不可以操作的是什么呢 不可以操作就是 不能在文件夹下 直接建立行动啊 这个行动的必须要归属某个项目 那这个不在文件夹下 直接建立行动的规则呢 是OMIFORCE的规则 那我了解到呢 有些其他的摄影管理软件 是可以直接在文件夹下建立行动的 那这个是 各个软件啊 在设计里面上的差异 那接下来我根据我的经验呢 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第一个建议呢 就是尽可能减少文件夹的层级 虽然OMIFORCE的不限制 文件夹的层级 你可以建五层十层都可以 但是我个人建议呢 建一层到两层就可以了 比较少的文件夹层级呢 有助于提高你的效率 让你快速找到对应的内容 第二个建议呢 就是项目啊 尽可能不和文件夹进行并列 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截图啊 那在这个 事业的文件夹下面呢 大家看到有很多此文件夹 比如写作 线侠课 课程录制 但第四个是平台建设 它是一个项目 那这里呢 是为了给大家进行演示 那在真实的使用情况之中呢 建议大家尽可能不让项目和文件夹进行并列 那这样 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呢 会非常的清晰明了 好接下来我们在手机上呢 做一下操作演示 首先呢 我们点击主界面上的项目 这时候呢 看到我已经建立了一些文件夹 我们新建一个测试一下 那新建文件夹呢 需要点击最上方 这个右侧的加号 点击之后呢下面弹出三项 第1个叫新建项目 第2个叫新建文件夹 我们点击新建文件夹 那文件夹名称呢 比如就叫做文件夹1 做一下测试 然后呢 点击存储 然后呢 我们回到这个界面 看到 那最下方的已经建立了一个文件夹1 那如果呢 我想排列这个顺序啊 比如说我想把文件夹1呢 排到最上方怎么办呢 点击右上角的编辑啊 大家注意 这个左侧的这个简号呢 点击下呢 能看到删除按钮 好我们先不删除 然后呢看到右侧有这个三条横线的这个按钮呢 可以按住 然后呢 往上拖动 比如想放到第1位 然后呢 点击完成 那这时候呢 就完成了建立一个文件夹 以及 对这个文件夹进行位置排序的一个操作 好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进入到这个文件夹1 比如呢我想对这个文件夹的进行名称的修改 比如我就想修改成叫做健康 好那这是我设置的一个文件夹分区 然后呢点击返回啊发现这个名称已经改好了 比如呢我认为健康下面呢需要再设两个字文件夹 比如第一个文件夹呢叫做 运动健身 好点击存储 然后呢建第2个文件夹啊第2个字文件夹比如叫做 营养保健 好然后点击存储 大家注意到那我对这个健康的这个 大的文件夹下面设了两个小文件夹分别是运动健身 和营养保健 然后呢比如运动健身下面呢我再可以设置项目比如呢 我认为这个可以通过跑步来达成这个健身的目的 比如我新建一个项目 大家注意新建项目一样是点击这个上方的加号 看到第1个按钮啊 这个第1个菜单叫新建项目 那比如呢叫跑步或者是这个有些朋友啊喜欢跑马拉松 比如跑马啊 马拉松 好 那这时候呢就建立了好了一个项目 然后比如呢有朋友喜欢练瑜伽比如我们再建个项目叫做练习瑜伽 好点击存储 那这时候大家注意到我们回到上一层啊上一层呢首先是健康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包括了运动健身 啊大家注意到右侧也是一个文件夹 包括营养保健也是文件夹 然后运动健身下面呢 包括了两个项目啊这个项目的右侧是有箭头的 包括了跑马拉松和练习瑜伽 那比如呢我点击到跑马拉松这个项目之中比如第一步呢我可能会这个找教练啊找 教练 好这是一个行动 我点击存储 大家注意这个行动保存的时候呢右侧是有圆圈的 可以点击一下完成比如第2项呢我认为是要了解 这个比赛信息 好比如呢我认为还需要增加的行动呢是买跑步鞋 啊比如呢还有这个服装啊一起写进去 好点击存储 啊那这样的话这个跑马拉松这个项目呢下面就有了三个行动 那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先建立一个第一层的文件夹叫健康 然后呢紫园件夹然后紫园件夹下面呢可以有项目 项目下面呢可以有行动 那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那么如果想排列这个 行动啊或者动作的这个顺序啊也一样 点击右上角的编辑然后呢看到这个 三个横线的这个小图标 然后呢可以拖动啊比如我认为我先要 找教练再买跑步鞋 再买服装 然后呢再了解比赛信息 调整完之后呢点击完成 那我们看到这个项目列表啊这里看到跑马拉松和 练鱼架呢都是项目啊排列顺序呢也是一样的 也可以调整它的顺序 那如果我们建立的文件夹项目呢不想要了啊可以删除 删除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在对应的行向左一滑出现删除按钮呢就可以删掉 但大家注意 在欧美Force for iOS 里删除之后呢 这个没有一个按钮能够直接进行撤销刚才的动作 所以大家删除呢要仔细一些啊想好再删 如果呢你已经删除想撤销呢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摇一摇啊会出现这个提示 是否撤销点击撤销就可以了 好我们在手机上呢试一下删除啊最上面建的健康呢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文件夹 那比如呢我想删除 那只需要呢往左一滑出现删除按钮呢 点击一下刚才的这个整个文件夹就删掉了 比如我想撤销 大家拿起手机呢 晃一下 晃一下之后呢会出现提示 撤销啊 这个下面是取消或者撤销我点一下撤销 那刚才被这个删掉的文件夹呢就会再次出现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些图标的含义 那上面这个健康呢是我刚才所建立的一个测试的文件夹 里面建立了几个项目 那下面这个健康呢是我平时这个真正使用的一个文件夹 大家注意到呢 这个文件夹名称下面会有很多这个小的圆圈 那这个呢是有大概六个灰色的圆圈是实心的 那下面呢是有四五个啊 这红色的四五个 呃黄色的其他那是灰色的 大家注意到 这个每个文件夹下面这些图标呢是不一样的 那这些图标呢是有一些含义的 那对于红色的图标呢代表是有多少个任务已经到齐 那其实呢也是代表着过期 对于黄色图标呢代表的是有多少任务呢 即将到齐 那灰色图标呢代表是这个文件夹下有多少个行动或者任务 大家注意到 呃 虽然这几个文件夹下这个灰色啊都是占满了整行 但是大家看到 这个密度啊其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像财务这一项 这个每一块灰色的这个面积的大一点 那像上面的几项呢小一些 那代表着这个财务的任务的数量啊 比前面几个文件夹下任务的数量呢 要略少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在点击项目图标之后呢 根据这些图标大体判断一下 各个文件夹下有多少任务呢已经过期了 有多少呢即将到期 那每个文件夹下整体的任务数量呢是多少 会有个非常直观的了解 那当我们点击进来之后呢也可以根据这个红色图标黄色图标呢 着重去处理啊比如这个 呃类别里的红色图标比较多说明很多行动呢已经过期了需要重点去处理 那比如呢这个区域啊像娱乐这个还没有红色和黄色 那说明了这一两天的还不需要关注 但大家注意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新建一个文件夹的时候呢如果下面没有任何项目没有任何行动 这个项目的图标呢是一个 这个空心的一个圆圈啊空心的圆圈 那这个情况呢在当我们进入到项目之中啊也是一样的比如呢 这个在运动健身的文件夹下面有练习瑜伽这个项目 大家注意到那这个练习瑜伽下面呢我们还没有设置行动 那也是一个空心的圆圈 那对于这个项目下面这个 实心的啊这个应该是灰色实心的圆圈呢 代表的呢就是行动啊代表爬马拉松下面有三个行动 那在我们使用微false软件过程中呢我认为 首先需要注意的当然是红色和黄色代表的一些任务呢 已经过期或者是马上要到期 那接下来呢我认为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种空的圆圈 那代表着这个文件夹或者是这个项目呢还没有设置任何一个行动 我们说呢呃不论是JTD还是微false呢其实都非常注重下一步行动 那只有找到下一步行动呢这个项目呢才具有执行力 所以说如果你发现有些项目或文件夹下面呢是空的圆圈 那就需要尽快进行处理找到下一步行动 如果你在整理项目的文件夹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黄色的小图标的过多 一种可能呢是你设置的这个任务啊就是近期要到期的任务的过多 第二种可能呢是你对即将截止的定义呢有些不同 比如呢我们找到啊在设置里找到找到即将截止那对我来说呢我设置的即将截止时间呢指的是今天这个今天呢指的是日历上的今天从0点到24点 那有朋友如果把这个即将截止啊设置成一周 那一周之内啊这个截止的事情呢都会在这个项目文件夹里啊这一黄色的小图标呢向你提示 所以呢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这个合理的设置即将截止时间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miscellaneous那这是一个英文单词它的中文含义呢是杂项 那这个杂项呢会出现在项目菜单里的第一项啊它大家注意它是一个项目啊是箭头是一个项目 但是呢对于初次安装AmiFalce for iOS的人呢呃不一定会出现这个后来我理解啊可能是由于你既使用了iOS版用使用了mac版mac版上的这个杂项呢会同步到iOS版 呃那这个杂项什么目的呢因为我们啊经常会向收件箱中收集内容啊当收集内容之后呢需要 对这个内容的进行上下文和项目的设置啊设置之后呢会清空收件箱 那有些内容呢我们可以设置它归属哪一个项目但有些内容的比较细碎啊并不能归属某个项目 但是呢可以归属到某个上下文比如呢打电话比如购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的设置为杂项 那这里呢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那对于仅使用iOS版的欧美Falce用户呢如果你想清空收件箱必须设置收件箱内素材的上下文及项目属性 两个都要设置啊才会从收件箱中清空但如果你是OmiFalce for Mac的用户呢可以在这个偏好设置中找到组织看到最上面一个整理包含以下内容的收件箱项 就是说有四类啊第一类呢我可以设置一个任务的项目属性啊它就从收件箱中移除了第二类呢我只设置上下文就可以第三类就是项目和上下文的都要设置 第四类呢是设置项目或上下文中任何一项它都会从收件箱中呢移除 那对我来说呢我设置的呢就是项目或上下文当我在Mac版设置好这个设置之后呢那我发现我在这个iOS版的OmiFalce之中呢也只需要设置一个收件箱素材的项目或上下文它就可以从收件箱中移除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的知识点我们回顾一下这样流程图 那当我们处理收件箱的素材和材料的时候呢会逐一的进行判断当判断这个素材呢是多步行动的时候呢会放到项目啊 那放到项目的时候呢会进行计划计划呢会把一个项目呢拆解成单步行动啊这是一类 第二类呢如果我们看收件箱的这个素材呢它就是一步行动 如果呢它又不能在两分钟内完成同时又不适合委派他人他也不适合放到日程表里面去他就会放到代办事项里面去 那这个代办事项中的这一步行动呢我们更加关心的是他所执行的一个场景环境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上下文 那这种情况呢其实非常的常见啊 比如我们在处理收件箱的时候看到要给Tom打电话 那这个给Tom打电话呢就是处理件小事它不归属于任何一个项目啊只需要这给Tom打电话放到cost里面去啊就可以了 上下文中的内容呢可以是不归属任何一个项目的一个行动也可以是一个项目中的一个步骤啊 比如呢我电话这个上下文中呢有两项第一项呢叫给Tom打电话沟通情况啊那原因呢是我觉得好久没和Tom联系了想跟他打电话聊聊天 那这件事情呢我认为没有必要放到任何一个项目之中 直接把它设置为电话这个上下文它直接按系统的归属于杂项啊 那我当我打开电话清单呢可以看到给Tom打电话 那另外呢比如我在做一个项目A啊项目A呢这个我经过拆解有十步啊其中呢第二步是给张经理打电话啊沟通某件事情 我也设立一个上下文叫做这个电话那当我打开电话上下文看到给Tom打电话 给张经理打电话沟通项目A那都会出现在上下文之中但是这两个行动呢是不一样的 给Tom打电话呢不归属于任何一个项目是杂项那给张经理打电话呢是归属于项目A的 好以上呢就是本节的全部内容本节内容呢其实难度并不大大家需要在手机上呢多操作多练习加深理解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集再见